遗产若能遇到一位有高尚品性的主人,便可发挥其最大效用,因为它能从事不同于一般为糊口而生的工作,这样就能各得其力,就它个人来说,虽有独享安逸生活的闲事心情,但它能创造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,能以百倍的代价来偿还对其他人的亏欠。 没有女人,少年将失去扶持的力量,中年失去欢乐,老年失去安慰。 妇女在社会中究竟应站在何种地位,最为恰当。 拿破仑仪式曾说,女人无阶级,我们不妨以此为闺蜜。 社夫辞别利的见解也很正确。 她说,女人虽是为了男性的弱点和愚蠢而产生,但和男人的理性全无关系。 男女之间,只有表面的同感,实则在精神、感情、性格诸方面绝少相同。 思索某件事情,需要一切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,只有这样思想才会自然喷涌出来。 为其如此,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。 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如此繁复呢? 这是因为思考过程大都成分割的状态,因此,以前所经验过的事事物物逐渐出现在眼前,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,了解也更深刻,如此便能耐心去思想。 当初的嫌悟也因此消失了。 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,他们的一切判断都是直接的,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。 发表之后,不论在任何场合,谁都能认定是一流作品。 思想家可分成两类,一种是专为自己而思想,另一种是为他人而思想。 前者称为自我思想家,只有这类人才能认真地思考事情,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责任。 实际上,他们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。 我们读书时,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,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。 犹如儿童启蒙席字时,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画一样画葫芦一般。 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被免除了一大部分。 如果我们自己天生就具有这些优点,也许可因读书而受到启发,发现自己的天赋。 看别人的榜样而予以妥善应用,然后我们才能具有类似的优点。 不读坏书,没有人会责难你,好书读得多也不会引起非议。 坏书有如毒药,足以伤害心神。 买书又有读书的时间,这是最好的现象,但是一般人往往是买而不读,读而不惊。 文学界有两种历史,一种是政治的,一种是文学和艺术的。 前者是意志的历史,后者是睿智的历史。 自杀是最不幸的善人和最幸福的恶人的一个义务。 自杀是在脱离慈悲惨世界而求的真正的解脱。 换言之,那只是外观的解脱,因此妨害我们达到最高的道德目标,所以非反对自杀不可。 自杀也是一种实验,是人类对自然要求答案的一种质问。 所质问的问题是,人的认识和生存在死后将会发生如何的变化? 但这种实验未免太过笨拙,因为所质问的意识和等待解答意识都由于死而消失了。 美应是观察对象的最高境界的价值,因为美比自然更崇高,更具一般性的概念,它是种族的自然思想。 美之所以能强而有力地吸引住我们的眼睛,正是基于此理。 美也是自然的根本和自然的主要思想。 相反,个体仅仅是陪衬,是伴随而来的产物。 但无可会言的是,我们对陌生者的第一印象大抵都是以不愉快的居多。 除了极少数极含有的美丽、善良、聪慧的脸孔外,其他新面孔,对感觉比较敏锐细致的人来说,都有一种近于惊恶的感觉,也容易让人出现不愉快的感觉。 欲从他人的容貌得出纯粹客观的印象,需和此人不产生任何关联,并且可能的话,最好不要和他做任何交谈。 因谈话时,双方已经拉近距离,产生若干亲切感,导致一种融合状态而带来主观的观念,因此大伤客观的理解。 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,其他的一切不过是思想的游戏,所以,人生的目的,人生的最大真理是及时行乐。 我们的生存,除了现在渐渐消失外,再也没有可攻力脚的任何基础,所以,生存的本质是以不断的运动为形式,我们经常追求的安静,根本是不可能的。 个人的意志,欲望,又是永不知足的,满足一个愿望,接着又产生更新的愿望,如此衍生不息,永无尽期。 人生是一种迷雾,因为人是欲望的复合物,是很不容易满足的,即使得到满足,那也仅能给予没有痛苦的状态,但却带来更多的烦恼。 了解人生的幻灭是最正确的,能这么想,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。 人类可比之于吹烟、火焰或者瀑布,如果没有从他处而来的新东西的流入,立刻就衰竭、停止。 本来是自己虚构的事,因为重复说了好几次,最后连自己也稀以为真,这样的人,实际也属于精神失常。 心里万般无奈地把某件事豁出去,然后由其他的事情填补进去,才可能发生。 因为智慧治愈人的意志,本来如同江绳治愈一头桀骜不驯的野马,定时受他的支配和指导,但他忽然间脱江奔驰,完全脱离了动机,而以盲目的、盲烈的、破坏的自然力来表现,所以呈现出灭绝一切障碍物的病态欲望。 世上再没有比真更美的东西,唯有真才是最可爱的。 因为所有的恋爱,不管所呈现的外观是如何神圣、灵妙,它的根实际上只是存在于性本能之中,那是经过公认的,带有特殊使命的性本能。 连幕下正在谈恋爱的人都包括在内,都在为人类未来时代的组成而做认真的思虑,由这个组成而绵延到以后无数代子孙的构成。 这事件和其他的事件一样,无所谓个人的幸与不幸,问题只是将来人类的生存和他们的特殊性质而已。 恋人增进爱情,不外是希望产生新个体的生存意志而已。 不但如此,在情侣们充满爱慕的眼神相互交接的那一刹那,已经开始燃烧新生命的火焰,像是告诉他们,这个新生命是个很调和并且组成良好的个体。 每个人决定性的喜爱和欲求的首要条件,是最美的个体。 第二点要求,是奢望对方弥补自己的缺陷,所以,一般人对于自身缺陷相反的缺点往往认定是美的。 男人发现适合自己心意的女人是,常以炫火的狂喜拼命追求,认为如能结合必是无上幸福。 这种狂喜正是种族的感觉,他能清楚认识所表现的种族特征,而打算将其永远绵延传下去。 个体此时,由于种族意识的激励,牺牲一切,奉献一切,埋首于完全不属于自己的目的中。 所以,恋爱中人,完成伟大的工作后,先前既有的妄想,此时完全消失,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被种族所欺骗的蠢蛋。 所以,柏拉图说了非常贴切的话,肉欲,你欺骗了多少人。 男女两情相悦,从客观来看,实际也只是本能伪装,换言之,不外是努力维护自己型态的种族感觉而已。 以停经的女人,还会让人嫌恶,年轻而不漂亮的女人,多少还是有吸引力的,反之,实目美人则没有吸引力了。 所以,很明显,此时潜意识中引导我们行进的目的是升职能力。 女人完全由男人的性格特质,极心的特质所吸引,性格由父亲遗传。 列取女人欢欣的要素大概是,坚定的意志,决断,勇气,以及亲切,正直等住性质。 真正激情的恋爱,多半根源于在这种相对的考察条件下,平凡,轻微的爱情源泉所出自的绝对的考虑条件中。 所以,点燃激烈爱情之火,通常不需要什么美与无瑕的女人。 首先,任何人,在性方面都有偏缺,或过于阳刚,或偏向阴柔。 是将某人的偏缺与他人比较,就可清楚地发现它的存在。 这种偏缺如能从某个异性身上得到良好的补偿,就产生中和作用了。 为了补充修正新生个体的人类典型,新个体的构成是万事万物的目标。 尽管如此,一部分这类女孩为了在社交场合中显得神气,而选择为丈夫为偶的话,那么就要由她们的子孙来受此欲行的恶果了。 其次,对肤色的顾虑也具有决定作用。 男人爱上极丑陋的女孩,那是因为两性适合的程度以取得适度的调和。 女性的变化事项的全部,也是发生在由相反的条件而互相中和的情形下。 这种场合的恋情有高度的习惯。 您所见渕虑 是刘幸运 之那样 themed